2比1逆转击败了德国队 2比1爆冷立刻西班牙 日本队在本届的世界杯小组赛 连克两大前世界杯的冠军得主 亚洲之光啊 顿时是被万众瞩目 那在淘汰赛的时候呢 日本迎来了与欧洲老牌强队 克罗地亚的对战 苦战了120分钟之后呢 比分仍然是停留在了1比1 最终呢是在点球大战当中 2比4输给了克罗地亚 八强梦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能够跟克罗地亚恶战到点球大战 日本队真的是无愧亚洲之光这个称号 与此同时呢 作为伪球迷的我还在想一个问题 日本为什么会这么强呢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进阶到了 可以跟世界强对掰手腕的 这样的一个段位呢 或许啊以下的这几个关键词 能够解答很多人的疑问 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反思 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呢 不断地在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 据澎湃爱新闻 2018年在俄罗斯世界杯 日本2比3西败给了比利时 在14秒内被反击绝杀 而这14秒的惨痛回忆 是引发了日本足坛 一年的反思和研究 2019年日本NHK电视台 就播出了一部纪录片 罗斯托夫的14秒 重点就研究了 那令日本球迷心痛的14秒 日本的球员教练 也是面对尽头的时候 进行了诚恳的复派 第二个关键词呢 就是球员有牌鸟 那如今的日本队呢 是全亚洲最接近欧洲的球队 26名日本的球员当中 有多到20多人是在为欧洲俱乐部效力的 那其中13人来自五大联赛 而7位呢 国内俱乐部的球员当中 有3个人是有过旅欧的经历的 那这是日本乃至亚洲足球出征世界杯 排面最厚实的一次 也因此呢 成为了日本球员信心的由来 这也让他们在面对穆勒 莫德里奇等大排球星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胆怯 那这第三个关键词呢 就是足球梦想 孩子们的梦想与热爱呢 或许也是日本足球 得以强大的这个原因之一 在日本国内的轻讯的体系当中啊 青少年要经过层层的选拔 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当中 去争得职业足球运动员 而说到青少年足球赛事的话呢 日本高中足球全国联赛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 在日本阶层教练的眼中呢 这个比赛可以被视为 是少年们的成人礼 站在世界最高的舞台 希望你们能够看到 不一样的风景 其实孙宝一呢 在对战西班牙之后呢 对球员们所说的鼓励的话 日本队呢 已经是在这一届世界杯上 取得了大多数 亚洲球队不敢想的成绩 什么时候我们的国族 也能够站上去看看这风景呢